而另外 另外 如果你连一个进去都拉 另外 如果你连一个进去都拉 另外 如果你连一个进去都拉不了的话 另外 如果你连一个进去都拉不了的话 请再弹幕抠一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瑞士 欢迎来到我的新一期视频 大家期待已久的音响视频终于来了 也是我们五大技术动动动的最后一个 之前讲的杠铃握推 杠铃深蹲 杠铃印拉 杠铃推肩 以及我们加了一个杠铃的划船 如果没有看过小伙伴 可以去我的主页去看 都有详细的教学 那今天呢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引力向上 在讲建议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再重复一遍 就是为什么 我一定要推荐大家去练智武动动呢 原因呢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这五动作都是多关节复活动作 多关节复活动作 意味着一动作完成 需要多块肌肉协同去发力 我非常不建议新手在初期 只做那些单关节肌肉动作 而是应该多花心思的去学习 这些多关节复活动作 这些动作呀 可以让几乎全身所有肌肉都踩进去 包括很多的深层的负责稳定的小肌肉群 而如果说你为了去做单关节动作呢 就很有可能造成肌肉不平衡 原因之二呢 就是多关节复活动作啊 可以让你复材很大的重量 那么就会更容易带来超量恢复 身体发生进步 并且啊 这些大重量训练 今天的力量 可以转化到单关动作中去 使他们的训练重量也得到提升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多做 我推荐的这五动作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帮助 那接下来呢 就介绍我们今天的引体教育视频 另外 如果你连一个引体做不了的话 那请在弹幕扣1 如果人多的话 给大家做一期 从0到1的引体解锁教学 OK 那讲到我们引体的握具 就要讲到我们引体的分类 在这里呢 我只给大家讲最常见的两种引体上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标准 正手引体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的反手引体 那正手引体呢 主要是用我们的关节做肩关节 做内收 那反手引体呢 主要是做肩关节伸展 这种动作呢 都是主要呢 我们的大圆肌和背阔肌 那大圆肌和背阔肌的发生度呢 就取决了我们的背部的宽度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练就一个好的 倒三角身材的话 那引体上 我觉得是必须要练的 那正手引体呢 我的建议宽度是1.5倍肩宽 那反手引体上呢 我建议是与肩同宽 当然了 音效呢 还有很多种 比如说这种 窄具的 然后撞胸的 超宽具的 然后还有什么队卧的 我觉得都大同小异 我们正常就练这两种 正手和反手引体上 我觉得就足够了 如果觉得正手更难呢 可以在弹幕扣1 如果觉得反手更难呢 可以在弹幕扣2 有很多人啊 肯定会认为 我们的反手引体 会更加简单 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的手臂 会参与更多 帮助其发力 那道理没有错了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呢 大家考虑到我们的 反手引体上 的卧具更窄 那意味着呢 我们的行程 就会更长 你需要拉更多的位移嘛 所以呢 也没有所谓的 绝对的简单和难 那我个人认为呢 只要你多去练某个动作 那一定会 那动作会更加简单 所以没有所谓的难或易 OK 引体呢 这动作区别于 所有的杠铃动作 那杠铃动作呢 是你的身体固定 你的手在移动 而引体呢 是你的手固定 你的躯干在移动 一个是B链 一个是开链 OK 所以呢 拉引体时 你所需要对抗的阻力呢 就是你的身体 那D-70呢 是垂直向下的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 垂直将自己向上拉起来 就OK了 并且啊 在做引体时 你需要全程保证你的核心收紧 收紧核心 加紧臀部 千万不能够把你的核心做松散 因为呢 我们的背扩肌呢 也是核心的一部分 并且啊 如果说你的核心越稳定 你的肌肉的起始点 也会更加稳定 这样肌肉收缩呢 也会更加好 另外啊 我们的终点 你要想象将我们的胸口 拉向我们的杆子 而不是简单的下不够杆 OK 那是不够的 第二个呢 就是当你下放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肩胛骨松掉 让身体产生晃动 应该是肩胛骨保持控制 然后连续地做引上伤 常见错误呢 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出现耸肩现象 就拉向单杠时呢 我们的肩膀 靠近我们的耳朵了 这是不对的 原因呢 是因为你没有做肩胛骨的下回旋 以及下翼 让我们的肩膀远离耳朵 如果说你出现肩膀耸肩的情况呢 我建议大家一个动作就是做这个主动悬挂 就是当你在蛋杠上时呢 然后做直臂的 沉肩下放 沉肩下放 让你的肩膀远离耳朵 下放 OK 那常见问题二呢 就是当我们做引体时呢 出现手肘啊 打太开 在之前呢 我们讲过肩胛面 什么肩胛面呢 就是肩胛骨和我们的胸阔呀 有一个三角度的夹角 那我们的大臂呢 要在肩关节中去移动 那所以呢 肩膀在垂直面 其实是会卡到我们的肩膀的 所以 当我们做外展时呢 要把我们的肩膀 大臂向前移动 三度 这样呢 才可以做更好的移动 会非常安全 所以呢 千万不要在做引体时呢 出现手肘太开的情况 更加不要出现紧后引体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OK 同样在做引体时呢 也要用到我们在做杠链训练时 我们的掰杠技术 让我们的肩关节做外旋 想象你要用力把这根单杠掰断 这时候呢 我们的大臂就会向前移动 到我们的肩胛面 会非常的舒服 OK 那么引体呢我们就讲完了 如果大家对于引体 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 我给大家做一期Q&A OK 那么五大最终动动呢 也在这里告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还想听什么内容的话 可以私信我 OK 那如果学习